葡萄牙对卢森堡的比赛 卢森堡的Raricuz在上半场第30分钟 以头锤率先破门 带领卢森堡取得一球领先 眼看要带着1比0的领先结束上半场 Yota也回进一记头锤 帮助葡萄牙追平比数 下半场第50分钟 C罗在禁区接获队友妙传 轻松起脚破门 让葡萄牙超前比数 葡萄牙中场是以3比1击败卢森堡 葡萄牙在A组是以两胜一合的战绩 和塞尔维亚并列第一 1组的比利时对白俄罗斯的比赛 红魔也是展现强悍火力 以8比0轻松拿下胜利 在1组是以7分的积分占据第一 再来看亚洲区资格赛第二轮的赛程 日本在主场赢将蒙古 日本全队火力全开 完全把蒙古是当成靶子队在练习 大破有眼一个人就读尽三球 上演帽子戏法 另外道横翔 伊东淳野和古桥亨吾 各个都进了两球 日本最终是以14比0狂胜蒙古 在F组不但五战全胜高居第一 五场比赛攻进27球的可怕火力 更是亚洲区八组之冠 明星新闻众后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明星新闻网